大家對一個股票當天爆出巨量 天量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大家在討論因為一樣的東西 有辦法把它 講成 好的有辦法把他講成壞的還是沒人知道 先來看一下今天講的東西 來喔 股票爆巨量 是福不是貨 是貨躲不過 以前的口訣就是 量價齊陽 價跌量縮 這才是正常 一個盤子 那個什麼 正常的老前部的講 然後現在我整理了六個 我的疑惑 你如果經營有霸的同學來跟大家分享 一 頭部爆大量代表什麼意思 來 你記我先看 我根本真的到人家經濟奇蹟 台灣是一個上週經濟奇蹟的地方 我先看看 很恐怖 我真的怕到 來 日K線 他看我電到月 不好意思 王公斤我實在想不到 你知道 因為那樣早就沒有一樣 好來喔 他平均的量 他平均 以前一年前的量 他一天都只是成交 五六百張 不會超過一萬張 5 6千張而已 6千張 然後因為疫情的關係 今年爆了之後 它再走 就是六千多張 一萬多張 三萬八 差不多 兩三萬張就對了 最近 它成為盤中焦點 冰雄市就來到 我看看 冰雄市 要不要拼進場 要不要拼進場 要在那裡刺的 差不多三四萬張 一天會兩邊 然後後面 穿到八萬張 五萬張 十幾萬張 十一二萬張 但是最可怕就是它前天 前天兩個盤的時候 前天 五十七萬多張 那天哪去我漲停 那天後五七萬多張 我就看就嚇到 我在想說 因為我那個時候去買雞 我就想說 歷史天亮 那當時很恐怖 沒有啊 但是我就想說 看這個氣勢來說 它隔天應該不可能 就是這樣就出貨 不然真的可以背勒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那個時機點還沒到 我想說 五十七萬張已經那麼多了 有可能 明天價錢的量收 你知道嗎 結果 它後面爆出那支量 一天成交量一百多萬張 你們怎麼看 你如果說以前頭部爆大量 它就是什麼 瞬間 你看原地 勾給都一百塊一百塊一百塊在走 兩天都憑說一萬張一萬張 那鄉鄉 漲停三天 無量跌停漲停 鄉鄉有一天 一秒去那一百六 鄉一天一基 原地都三萬三 一基 只要成交價三百萬張 有沒有 隔天就大概差不多了 那就是主力一次倒掉 但是我就覺得說 很多東西 看那個佈局佈局 剛好可能現在就出掉 我就覺得 有點詭異嘛 剛好可能 但是你說你要拆讓它跌 隔天量又更大 但是下個禮拜二 剛好可能兩百萬張 對不對 我們先來解釋一下 以前那個量價趨勢 它裡面轉的 因為我量價趨勢 我以前也有研究 然後頭部爆大量 就是出貨那是不好的 頭部的時候 然後下跌的時候 在跌勢 那個趨勢 不是說跌勢 在下跌勢 它在半三腰的時候 突然間爆大量 一根巨量 我以前滑岔科的時候 三十幾塊買 我停順到九個 我去十六塊幾個 十五塊幾個 突然間一支巨量 我想說 會比較有人 全部籌碼換手 要升級 結果價格 落如仓 還沒有到底部的時候爆大量 就是你 剛開始滑到中半三腰 啪 後來 你想說後來 男子上總是說主力進場 但是主力進場 他還要15塊 一直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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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 跌到六元 當然那不是兩天 差不多平均 大概 我現在落兩三個禮拜 就一個就落 然後第三 量價跌離 你若是漲停在鎖單 你像 九哥你好 他原本 你要出現 漲停之前 一定要先攻擊量 先鎖單 去先搜尋 對不對 量上去鎖住 隔天 一線天的時候 絕對 你若說要繼續去 絕對要量價跌離 在鎖單 主力鎖在鎖單 就是一定要一直去 然後量都不能出來 並說他一天平均 就是一萬丁 他一天差不多兩三千而已 一兩千 它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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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到時候 一支 翻那個 就落下 那就是 我之前在看 找尋 還有以前的經驗 一二三就是這一種 然後 第四 價跌量縮 才會止跌 對 感謝ROA 露燈的同學 導念 因為我當時 我在滑擦科 收到教訓 我剛才想說 籌碼換手 你知道 底部大量 籌碼換手 天亮他一次 是要靠起來 結果怎麼樣 你知道嗎 老先生 就是說 你若是在漏的時候 一直漏 漏一直刷 漏一直刷 一直刷 多三多你知道嗎 那個三位說 融資斷頭停損 什麼樣子 一直刷 正常你在漏 一定是這樣 價跌量縮 一定要上去 這樣下去 你看這樣一漏來 它的量是這樣 跌下來 量這樣 量這樣 那個越接越倒不住 你知道嗎 越接越倒不住 一直下去 越漏越大 很恐怖 如果無量跌停 是越害 無量跌停是什麼 三支 一定是先摘一支 跌停爆量之後 後來如果再下去 它沒去是無量跌停 因為無人要買成交架 成交架真少 拍 interviewed 那個位成交架 一直刷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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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過 以前 不知道待一筋 你知道嗎 所以 基本上我們的 看來概念是這 然後再來第五 底部爆大量 瞬間被 那個 大富 一掃而空 跌停 沒有幾盤變漏停 你不要看到那一盤盤 我以前看過 但是不知道每一支股票我賣掉 他就是底部在跌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天他爆大量 大到很嚴重 變成說那不是電子鋪還是什麼 我去那支股票也做名 不知道跌停過了2萬幾張 鄉鄉不知道什麼你多來 一盤5千2萬8萬3萬 好像1、20萬張 全部沒有2、3盤 頭上去 然後算我看不到完全從我都沒有出來 直奔漲停 我看過了 因為我那時候股票的日記我都有寫 但是我忘記是哪一檔了 那時候我去那支手頭 那支我又去股票 那時候我就感動了 有人來救了 我那時候很感動 有遇過這樣的遇過 就是他爆大量 跌停量很多 一收斷收斷 那一天還沒收斷 然後流浪到 我出門口起來 就已經變成10年 我又開始收斷了 那就是底部爆大量 那就是底部爆大量 如果底部爆大量 價格 還在那邊帶不上去 極極可危 好再來 第六 起漲點爆大量是攻擊量 所以我現在來 我們來面對這個問題 有翅膀的那一個 你們覺得那個是頭部爆大量 還是底部的攻擊量 你們覺得 我不知道 我是想跟你問 看能不能給我加一下 因為我想說拜日 我用一些 零錢 下去 玩那個 手感 你知道嗎 因為零錢 沒輸不贏 你把它看 你來看 用周 用周圈線來看去 你要說他現在頭部 我覺得也不行 但是量很大 量很大 再來 越 更恐怖 越更恐怖 越真的歷史天亮 越平均歷史天亮 你如果說他穿那邊 一機買那邊出 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東西 我覺得後面可能會看到 多砂多 多砂多 一直衝 一直衝 我覺得好像不會很差 許中中松鼠會會噴 藍澤會會飛 王明洪會飛 所以 為了大家 CG就說資金換手 我覺得比較像資金換手 因為在這個時候 你不管後面盤是怎麼跌 或怎樣 一定會到世界各國敞開大門的時候 其他的這一次拉上去的股 才會恢復平靜 那些之前被淹化股 會在打開大門的那一段期間 狂噴很短 之後就到掉了 那個時候才會世界的景氣 才會恢復正常的櫥窗 所以我覺得 要打開大門的世界 現在要爬 我是覺得 應該還沒那麼快 所以你在對應 我在對應雞 我說雞 他們的阻力在走很小氣 雞我也是覺得 我覺得好像 你看雞的流也是爆量 雞也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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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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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雞 雞是跟那個 啊 雞有翅膀 那一隻也有翅膀 剛剛好 雞也爆天亮 多了兩片價格不變也爆天亮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後禮拜要做什麼 這樣 我認為 那個 爆那個巨量 我感覺 會讓很多人跌破眼睛 不可能是算花賣 我覺得他不是散戶買的 有人說第一天 會大量 有人說 人對衝 你知道嗎 但是我感覺 跟他的機器來說 我感覺很恐怖 目前我的感覺 真的 所以這種東西 我有什麼要連線 開那些東西 跟空學討論 我也要跟你們這些前輩 吸取經驗 金屁師 我告訴你 你有買減嗎 我減我也是要來考 因為 牛 豬 時代差不多了 雞 我有把雞 可能要把他再 抓回來 雞 長了兩個翅膀 之後 他跟劍 劍 我們把他俗稱為 狗跟貓 好了 他們三人是穿鎮鎮鎮鎮 我要給他拼了 我要給他拼了 對啊 所以我現在目前 我給他看 因為他 這個部分 他也不算是頭部 他怕了 一天五十萬雞 第二天 他又沒有跌 第二天沒有跌 你看大盤最近這兩天那麼弱 他又沒有跌 又全部我吃過 真恐怖 我一樣 我可能也是先用零骨 上下起手 因為 如果說一開始就下去 可能會 因為我也沒有用錢 你知道嗎 你沒有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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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跌 跌全鵝 全鵝在做得比較麻煩 我覺得 我跟他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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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拼了 有拼嗎 對吧 來明洪說 戰鬥機可以考慮 我是覺得 很會拼 反正人生 沒差一萬幾塊 你知道嗎 欸 很聰明 我現在拼了 做得很像 你看 一百多萬 他一次 我跟你講 我看他 他慢慢在盤就對了 他對丁尼 對丁尼 當時開始爬 我看一下 他正式 開始在攻擊的時候 他也沒有 時間很短 我說這個 我現在覺得 不知道他覺得很恐怖 我現在很慘 後禮拜已經開盤 你知道嗎 他整整被欺負了 也不久 我跟他拼了 可以 白龍學真的 又要拿那個錢 拿錢 來做實驗了 他現在發動攻擊 剛衝擊也沒有幾個月 但我剛好 原來這樣 有時候 誤出那個道理太慢 是覺得不OK 你知道嗎 對啊 這幾個在拼 來我看 神教跟他說什麼 我們常常股市吃人 不吐骨 讓我們覺得 看能力就好 對啊 我說今天歡迎太慢了 我說兩個月前 我兩個月前 我在那裡 差不多一個月前 直播在說假 但那時候 我不曾去做行動 所以我們剛剛有上到這個課程 因為自己的猶豫 而誤判 喪失很多買賣的機會 那個什麼 很好的切入點 你知道嗎 你像他說 他第一天爆天量五十幾萬 第二天爆天量百幾萬 大家都看得那麼猛猛 沒關係 白東學 我才看 他絕對 他絕對會跌破眼睛 你如果拚拚兩隻 飛人機 我會買 那些國家事業者 因為國家比較沒得到 你知道嗎 我也比較希望國家的車 你知道嗎 那個 KINPS說 全部的人都煮什麼 煮料就開始了 但是那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感覺到那時候 那時候的籌碼都收起來 完全收起來 收起來 收得離一離 你知道嗎 那時候就來不及了 你也買不下手 但是敢追的可能就會賺 那戶貴選中學 因為現在就是什麼 大家去基礎走 要去賣五六點 你知道嗎 打成這樣 整個基礎又玩中一電腦 真的玩中一電腦 真的玩中一電腦 我為什麼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頻道 那隻塞也沒有 那隻塞有上次嗎 我會去那隻塞沒有上次 等我看看 我會去塞沒有上次 不只塞沒有上次 只是說純粹討論心理的東西 我們不可以直接幫 Almost 我沒有它浪費 因為我會去塞沒有上次 如果塞有上次 那邊拚了 有噢 塞有噢 塞有噢 我好像十幾年前沒策 噴過了喔 我看看 我會記他沒有啊 他幾盒啊 一二一二拍 你不要拍這位 我亂猜 我找不到 不要拍太多錢 一二拍 一二拍 還有一二拍 因為我不知道誰有 他的名字是這樣 我看看 我要買了 一二一拍好了 這你們幫我補的喔 哎唷 怎麼補 有嗎 我有看到 你娘 夠貴的啦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因為我以前都對他的團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咬嗅咧 我講這個 我真的太晚了 沒關係 我拚家多少 所以 你看 因為我那個時候 他沒有上市啊 十幾年前我在蜜月的時候 他沒有上市了 你知道嗎 夭壽咧 對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 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為什麼要上市 他的團 沒有 他的行程都很滿 你知道嗎 我怎麼說這個 我要拚啊 他要拚啊 我笑 你娘這才怎麼拚啊 我看他現在 我看他之前 他的財報看怎樣 我先看這個好了 因為他如果一檔股票他有 一支同行可以下去 因為在那裡 讓你參考 那種人差很多 你知道嗎 沒關係 我拚家的拚就好了嗎 對 拚家的拚就好了 我不記得拚家的這個東西 欸 又不錯耶 夭壽你看 我六個沒做股票 我六個沒做股票 黃金 九年 我就那時候 買了後面 沒出國之後 我就沒在關心 好 再來 換 換這隻雞 哇 尤其還比雞那麼強耶 好 OK 我知道了 感謝同學們說 我跟你說 這樣可能一樣 我也是一樣 用那個什麼 爛山肉下去拚好了 因為我看這個 這個在 從這個輪動趨勢 買了後面 應該是他們在領導主流 我自己的感覺 像說我們不是在別人 你說一個 一個開港而已 你知道嗎 你不要這樣 黑白搖 你那些搖了錢 在靠搖 看那個 王都要亂嘴 每天 我那個投機科的那個 開關要起來 那我知道 把他留在觀察的對象 好 這樣OK啦 這樣我目前 簡單講 以傳統市場來講 被爆大量是不好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市局 它不是一個 正常的市場 現在就是什麼 大家都要靠在什麼 藍礁民 基本面在 就是 現在 疫情的基本面 才會拚就對了 哇 但是我看起來 剛才我剛才會怕 政府剛才會怕 老師 剛才會怕 他現在 我跟你講 現在以基來講 他已經超越過 疫情之前了啦 完全還沒 他的局面 他還沒上舞台喔 他還沒上舞台 我跟你講 所以 你現在買 當時買到 之前他經濟最好的時候 有諷刺嗎 但是我覺得 主力應該不可能 這裡留車啦 對啦 因為他已經被騎了一趟 然後 然後 不是 貓啦 這隻命名為貓 貓 雞跟貓啦 這隻命名為貓喔 貓 他也是 恢復在 貓更誇張 貓已經 超越過他之前的高點了 他以前 被主力五四 給欺負的時候的高點 已經超過了 所以 我們來看 雞 雞也超過了 怎麼差不多了呢 靠腰 好 怎麼這麼結束 怎麼這麼結束 我今天應該叫你橫盤 一段時間 目前來看看橫盤 好沒關係 我們先不急 問的嗎 問的 但是證券股怎麼有大器 照說 我以前都給你去買 我自己去看那間 我先來看看喔 照說正前骨盤 但我以前的正前骨盤 是早上炒過幾個年前 那間 那間不可以倒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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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嗎 那間不倒了 原車在樓盤一台一間 他埋伸了 他還有什麼 那間不可以倒了嗎 那也沒有 那正前骨盤不破幾間喔 那間不破幾間 怎麼這樣 那間又倒了呢 倒了 我裡面沒有那個東西 對啊 原差婦我還是叫誰收購的 原差婦沒有這樣 他叫誰吃的 靠腰原差婦這麼落差的叫誰吃的 靠腰勒 靠腰 所以 靠腰 怎麼這樣 這樣賣錢買 這樣算了 靠腰倒了 你看我多久 倒了 但我沒有在庫房 我想問 倒了 不算了 怎麼這麼老公 今天我怎麼做到的 倒 我怎麼做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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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兩萬我也不會覺得奇怪 但是我現在覺得說 大家都覺得說 疫情 因為 越來越差 越來越 越高 現在疫情已經有收斂了 有收斂 慢慢回來的時候 貓回來的時候 我感覺應該應該也是不會這麼快要結束 因為今天 裡面的主謀 這一次元氣大商的主謀 雞 兩片翅膀 貓 他們還沒復仇 雖然 他們現在 還沒復仇之前 就已經 回到他之前 受傷的高點了 噢 平衡又有夠錢 但是我感覺 他絕對會好好 跟他的民主討論 我在想 你會插也不要插 你想想 你如果是公司的老闆 如果是公司的老闆 你看拼也要拼回來 我看那間 貓 差不多半年前 他被騎了 他被騎了 他的屍體在那邊 然後再看 他經濟就好 但是一旦 可以飛出去的時候 我說真的 也是 準備要下車了 他當初 但是我覺得 因為經濟太多 會在那補 差不多要到一年後 現在半年後 要處理的時候 其他的電子股 回到差不多了 正常營養已經 什麼都在啟動 國外聽說 會走都走 現在半年 衝 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又走一年 所以現在大家 心態都會想 如果疫情 完畢之後 會崩盤 會崩盤 我現在在這次 會告訴我 我個人的感覺 我覺得 應該 還有利可圖 你只要 不要被現在的 大盤指數 給框住 我覺得還有利可圖 因為你認為現在是高 認為雞現在是貴 認為貓是貴 但是我上三天 下去測試 我的零股籌碼 我發現到 雞非常會衝 它也不會因為我賣了之後 它就掉下來 這是我自己研究的部分 來 OK通常說大媽媽 黃金力量很強 對 就是類似那一種 常常說警棄付出的大回檔 但是 這是大家在想的 大回檔是說 我感覺指數 它應該是會 明顯回檔 但是現在你明顯回檔 疫情回復的時候 人生的開始都會復工 好 現在那些泡在基本面 但是 這一次受傷的元凶 雞 八成天 當然它不是 主力雞八成天 貓 鹼 你知道嗎 它絕對會把你嚇到不要不要 現在下來的時候 撩下來 但是 你如果想像大拔 四百幾點 它還萬聰一點 就變成這樣 會衝 你現在 現在通過他們幾乎 差不多有 完休 差不多獲利出現 這邊又衝去 那一年又一年 一年搞什麼 明年停工 明年停工 開始分紅 好 今年的EPS 它有多高 或怎麼樣 每年都被 一樣 又被全天 會再變一次 所謂的 不一定 我會覺得 那種東西是什麼 大概就這樣子 我是這樣感覺 但是 因為我本身是用 幾千塊而已 在那裡 測試 因為我為了要做節目 我會拿那個感覺 你知道嗎 拿那個感覺 來嘴廢給同學聽 如果像我叫我持股 我不敢 因為我也沒有錢 沒有那個賢錢 因為我已經 學會教訓了 賢錢 我才敢投資 就像說 如果完全不見了 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對 雞它如果說 長到一段時候 我們就把它會升級 會變神鳥 你知道嗎 好 就是這樣 像牛最近把它命名為 雪牛 你知道嗎 對 雪牛有說盤桿 我現在也是在說盤桿 所以 你像我上幾天 用他錢 下去做實驗 我發現 我有做對 你看 買牛到買豬 之後我躺著 然後 全部買雞 結果雞 跳一些 我雞的完全是 設定一下一百塊 還要跑 但是 我只想說沒關係 看那個大盤 就這樣雞應該 也不可能 每天萬宗一天 結果 他雞 跟貓 真的他們做到了 對不對 尤其看那些 兩片翅膀 又起床 我真的會怕 那兩隻天亮起床 會怕 很多人說 天亮不是天價 對 這句話 Kamen講的這句話不錯 天亮不是天價 因為我覺得 你如果說真的 他知道 他後面 他怎麼走 比如說你現在 你現在讓你 回到 十天之前還沒報巨量 你如果知道 你是什麼某某事由 你知道 後面會報巨量 你就先去看一看就好了 來 好 外資賣那些 不是貪物是什麼 沒有啦 我說真的 我跟妳講 今天 你說的 他在賣 你看他賣什麼 誰能幫我查出 巨量 外資也沒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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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多的地方危險 那是一個重點 那是什麼也沒錯 但是現在 這個 這個東西 他這個 目前這個 局勢 他沒有辦法用一般正常人的眼光 去看這個盤 你知道嗎 你如果用正常的 跟你們說 你看到像我現在 雙手空空 我現在用這支手機給你們辦 我用一個東西給你們看 我說 賣的時候 那股市神人的偉大偉大 他有跟我說我厲害 我也說他厲害 我用你們看 這 我們沒有要在節目關播 送你們一個東西 這是過年前 就開始打出來了 自己說我也是 半信半疑 在那邊 怎麼講 半信半疑 在說這個 你看這個事情 你知道嗎 來我看那一支個字 我先看一下 靠那一張 沒有 怎麼這樣 等一下 因為他的LINE裡面 放太久了 他不見 不見耶 我告訴你 有些東西 要分享 因為我們在說中的東西 要很注意 比較不會說鄉人說黑白油 人家又去黑白買 我們只是在聊那個 那個感覺 你知道嗎 這找到了 來 在那種 2020年的 十一月十八號 他跟我說 我們先來對應 那個神人有多準 我之前說的厲害 我不會說他是誰 你知道嗎 但是我也很半信半疑 但是他也跟我說 喔 老闆學 你在做黑白水 怎麼會這麼準 他也有跟我說 但是他有送我那個東西 喔 讓同學看一下 2020年的十一月十八號 他一天驚歸 我看一天多少 好 2021年十一月十八 好 你等一下多少 我很好看喔 這不是 這純粹在台灣 這種東西很恐怖 我看 所以說人家有一個 半疑數半疑數半疑數 半疑數半疑數 半疑數半疑數半疑數 做個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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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喔 你仔細看喔 你會怕死喔 我告訴你 我跟他講 他怎麼說 我先說 他怎麼跟我 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嘴完 再講一些 市場的那種感受 那時候好像殺了 中間有一次殺了一千多點 我先給你看 他跟我說的事情 那這款我們要來關播了 就不能吸收個格子 等一下 我先給我筋 這樣太筋 不可以嗎 我先拿好 來你看 來喔 他把我這樣說 第一天 阿波的時候 他跟我說這樣 好 來 他穿花什麼段 你知道嗎 他穿花的 二十八號那天 我們看一下 這沒在乎我們 他過二十八 他這現在已經 太久他沒辦法 他沒有幫我下載了嘛 我那個時候 有把它下載起來 他全部都變了幾十 變了二十幾年 來 那個圖 他說這個 他是真的有月 有的他還敢拚 日期 純的日期在這邊 來喔 你看喔 我這個格子 要抓好 你看看 你去問號 老三小 那個時候我欠的 在這裡 仔細看喔 我把它放大 我把它嚇到 來 我說真的 我很想要說 你怎麼可以 做社會 他把它割 我保養學 每天一直坐 標股一直漲停 他現在還很保守 他現在大半 一萬三千塊 來你看 他都是研究政治的 他這是研究政治的 先看他的時間表 他是這樣看 他就是自己畫出來的 他就這樣看 他說2016 他就是 他有對應這個高點 他對應這個高點 他那個時候 這是頂到一二多 這三十頂到一六 就頂到這 頂到這 對不對 就是 上一波 好像沒差 還要說 還要去 對應這裡 他去哪裡 他至少就覺得說 會過新高 那時候他這樣說就對了 他跪到這裡 結果他時間的 時間軸 他是畫這樣 對不對 時間軸 所以他這 大家看 他是大家 殺了 他在看 2024 所以 他目前看 有準 他這樣 你看 這個是他比歷史說比較近 他就抓這樣 一萬六了 對不對 但是你說中間又出來出來出來 你把它刷到那裡 所以這就是什麼 這真正 這是前輩 老性格 他賭性又比我還要堅強 他比我還要走的時候 就做投資科 做得真 又賺錢了 我之前在旁邊 那天在聽 一台美兰WU大七一天 他來找我 再跟他聊 我就是看裡面 那些什麼 他們三位 他們的好睡 後面看頭鋪 我就是從那個時候 像我在拚股票 你知道嗎 我像他拔幾層 拔這麼大 他持股也是零 但是那個時候 叮嚀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還沒拔起來 一萬 一萬三千塊 還沒拔起來 那時候已經很高 所以他 只是 他都是看 政治 就是輪動 政黨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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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是用那個想法 他就是 靠那個 邏輯在 做大盤的 你知道嗎 他這樣做 他有貪 我說 你怎麼跟他拚 他說他就 在時拚拚 鋪桶受冰 之後 半退他的sters 到他已經漏了 他就是這樣子在排 所以我就當 訓天的那一天 跟他聊 聊得非常多 這是した 讀 我們不能去結局 讓同學了解 如果沒有拚了拚了 但是 我們也是半信半疑 他覺得 Friedman 趨勢就是目前 也覺得 他是往上爬 這張是 11月 和近 多久了 多久了 能夠保護應該有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我覺得 人家有家的錢 股票的那種 起貨市場他有辦法這樣生存守則二十多年喔 厲害 而且他還有用那些付費軟體的股票 他就算每一家耗子的籌碼或怎樣 因為我問你還用那些 用那些風差禮是要做的 那有家人去算每一家耗子的籌碼 他說他沒在算在主力股 主力股要跟他一樣 對他都是 從他住一家 約二十塊度至二百塊 他真的很厲害 他如果是一個的一夫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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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夫到他一夫到一夫他一夫到你一夫到你一夫的了 有他們發表的舞台 因為你要想我只有13天 我三天前說三天後 要折就扣三機 你看三機長領現在10%在去沒關係 很快 你會變成什麼 中間中間 有一天如果大家實在煮煮 如果大家真的都不用掛口罩 很恐怖 今天就是有些話也是要嘴 分享同學 當然也是希望同學探集 因為同學探集 對我也是很慷慨 我也是會幫我讀 我剛好就 這個嘴可以 比較傳達這個 比較精髓的東西分享給同學 我也是用我自己的錢 現在有在一起 和同學共犯爛 所以我也不希望他 行情會哪個 我就覺得希望可以談 對 說中是神童 說錯是神棍 對 所以那種東西 之前我不敢讓同學們看 如果出現的時候 海人在對斷的對要破散 對不對 我們就是人家 他自己用錢 在拚的機會 我現在也是什麼 用自己 我們小恩的錢 可以拚的機會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應該可以 好 真的 我們只能說這本真的五百 我以前不知道買幾塊 我買幾塊 我以前沒那麼多 你說我以前書籤 還用到好 想不到我以後用小丑 我以前 因為我本來 開始愛看書的時候 我都是用最好的書套 然後 那個是什麼 這樣標示這本 我看了這個 我看了這個 對 我看到這邊 看到這邊 有一個把他看起來 這個厲害 這本到底是多少錢 我看到有 他那時候介紹沒什麼 因為抓掉 他後面這個 他買他就抓掉 然後 我們後來 我也想說 來分享這個東西給同學 順便來 研究一下 我跟你講 我們後來 會來這樣 會用的標題 我們來看 十七年前 的預言 後來有沒有驗證 你看 下一集這種單元 全台灣 除了是他們 要不然 沒有人有辦法做這個 因為我也不知道 這一本書 丟在我家的那個 廁所大便 每天在那邊看 能放了十七年 又來我的新家 你如果以前有人說 你好 你買這本之後 回去 你會放十七年 後來放到你的新家 在那裡 在那邊看 你會做YouTube 我會變這樣 我們要來看 以前這個大議員 裡面到底是怎麼做的 我像今天先給你們看一塊塊 給你看一塊塊 為甚麼 叔叔會去開錢 買這個 為了看這個 切仔 髮疏 你知道 在油膝槍那裡 這很好看 讚成 這個要看的 所以我看 十七年前的大議員 你看 嚇壞 我每天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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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插黃金 那種 那就是有把那個 很多 廢CPU廢主機板 把它弄掉 把他弄出那個 黃金 那種以前的公司很紅 我先來 我看它的大議員 怎麼 我先來看一下 因為我現在已經轉換時空到這樣 我看後來後來就好了 我看大盤的機首 像你們看一些歌就好了 那時候我在做機首剛才在五千五百幾點 那時候買的 那個時候的大盤 後來這個再用 我會用比較特色的門檻 你這樣看就沒有了 那時候的大盤是說他後會騙去 你幫我看看 同時我有看說 2026的時候 剛才起到七千一百六十點 2006年 2006年 因為我的股票我就看了 2006年剛才有一月份的時候 有沒有 有栽調 你看看 元月又來西八九月 九月 九月的時候剛才起到七千一百六十點 2006年的九月 剛才有辦法超過幾千 好像有 他們是這樣預推 他是這樣預推 他在 2006年的八月的時候 他說 郭旗是四千八百點 來幫我查一下 2006年的時候 八月 大盤是在四千八嗎 我看得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買這種車 有效不效 因為想到有一個盈人 會把它放十七檔 就像我而已 我沒有看到2006年 我沒有看到2006年 我可以 2006年的八月 六千 六千四百幾 六千四百幾 哈哈哈哈 那是誰 我給你們看到 不要看 這很好看 以前看的時候 心很痛 很怕他摘下去 他現在這樣 你看 這是我當時 把他對下來修繩 這是他的 你看 這以前 他以前加這尖指數 你知道嗎 他說 因為我這本是 這時候買的 他買 他就對他來這裡 對他來這裡 你現在他這樣跳跳跳 跳說來這裡就是這樣 算有準嗎 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時間走 這又看不太太油 你就看 他這 7.135 這是當時 我去做很早 這個很早了 7.135 這本我不知道 坐到 我也不知道 我在當中就 在這個地方 怎麼開始去切入 他不然就說 怎麼延期 你看 他說到這裡 他說八月圈會到這裡 我去本市場 沒有啦 要99 99而已 99都好 你破散 哈哈哈哈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我看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明天 明天 明天 營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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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告訴你 我明天 要把這99塊賺回來 我99塊已經欠十七檔了 你如果說99塊欠在 99塊欠十七檔 一年定期的準三百 這樣我看了 十七檔 十百三十幾 所以我 這出後一次 做的 我一定要賺三百塊 你要賺二百塊 一定要賺二百塊 我才能賺 我才能賺 我最終要把這本市賺回來 99塊 十七年以前 賺到市場裡面 我靠那裡 你這樣 叫雞手怎麼走 我們做到破散 我夠全職還原耶 想看再說想看 快點 這很好玩耶 這很好玩耶 我好中爪耶 我 還打五千耶 想看再說想看 我說這時候 我說這時候 我看這時候太好看了 你知道嗎 給你們看一下 這超關鍵的 幹什麼 我怎麼賺到這麼好笑的事情 你說這 你說這 所以說今天我分析這件事情 你聽聽就好了 他 這是 這是還原全職 還原全職 但還原全職 起來也沒那麼多 你看 那時候在這裡 他說 他會到這裡 對不對 2005下半年 2006下半年到這裡 也沒有也不對 這也不對 你看 這也不對 人家就分了 是呀 2006下的多少 我看2006 六七月 六千幾點 是也沒有說 沒有說 沒有說 六千幾點 人家是 他跟他說 我們破底下 我是覺得 但是 對對對 他這邊有準喔 他這裡就有準 但是他這裡沒有信 他這裡沒有信 但是他這裡 你如果說 對應這時間做起來 這坡有準 這邊有準 但是他這裡沒有 他這裡是很痠過 你知道嗎 所以這 這是這麼尷尬 你知道嗎 他就說 他可以這樣 撒小 所以這麼尷尬 但是這裡是有準的喔 2006下的那種 等一下沒有 你看這個 我看到了 他這時候 看是2004 所以這是2005 這不知道 年底當時買的 這樣更不準 控制 再來隔年 這頂是2005年的 11月3號一推斷 2005年11月 推斷 這裡變成 204 2005 2005的4月 我看他大半幾點 來 20054月 我看他大半幾點 2005 4月 大半 五八多 五八多 這樣差也沒有準 也沒有準 沒有差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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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日期要準 他是要打五千 實際我看的是 五千八 但是四月 他說沒有 圓月 這是圓月 不好意思 圓月 我時間走 看怎麼不對 我覺得這做好看 我看圓月多少 圓月也要到六千 圓月啊 好 再來我看四月 四月 四月的時候 他是 五千八 他說在四月的時候 可以穿到六千三 他說四月穿到六千三 有沒有 差不多六千三 什麼 證實 已經 九十九已經飛了 對 對 贊成明天看的時候 明天看 明天要看的話 有兩本 有兩本 我看一本 台股 什麼公 什麼什麼 三部局 我說這本 我先看他 這本一百六百 不知道 賺得回來嗎 他說要公開 潛力股 公開 我看後面 那邊變拼了 我先看一看 很好看 現在不知道 還有什麼事 我看這個 更好看 很好看 這真的很好看 這裡面 都要幫你加標誌 很貴 很貴 我說 以前的 都沒有看過多熟 這樣 但那時候覺得很貴 這本還好 這本 這本 就是台本 都跟他說一些內線 內線消息 有 有 有 這本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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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 台湾的股市看起來是好好好 可以了 他要說怎麼好轉 這本轉怎麼轉 這本全部都是跟 你講高評 我看 真的比較可憐性的 這本大預言 因為他要預言 台湾是要公開預言 我們說出來他們報社不知道怎麼 那個光碟我們不知道拿平台 我不知道有光碟我忘記了 我看還有什麼 先跟你們說一下 轉到一支朋友 後來我就 我還預測大盤 要死了 中轉 差一點就燒了 不會啦 我一定要把他九十九塊蛋糕 沒蛋糕要燒 拜託 寧可不買也要接近吃下去 我沒有買我已經堅持10年了 這本 五人秘密要公開 好啦 請問到今天也要很久 就是大家 如果大家看我的影片 都在說這個幹話 大概就是這樣子 有些話你聽著聽著就好 不要當真 你知道嗎 你要幫他教 賺錢 歡迎你幫他教 大家就是互相研究 我這麼久 很久 很久 好啦 謝謝收看 祝大家有一個美好的周末 然後我再放的影片 給大家收看看 這個明天我們再整理一下 看明天這個九十九元 到底有沒有把他賺回來 謝謝啦